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转战戏剧圈 也让她的生活更加丰富了 今天她将做出一道 货布子烧苦瓜 清香脆口的苦瓜 搭配软嫩的百叶豆腐 那个美妙的滋味 真的是让人忍不住 想要多吃一口哦 现在新宿派 健康的男人来 来欢迎这一位 我应该说是看着她 在演艺圈长大 而且她真的长大了 那到底是谁呢 我要欢迎周知君 你好 汉姐好 大家好 其实不是长大了 是那个成熟了 我听得出来看你长大的啊 因为你进入这个圈子 也没有多久啊 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 也是小妹妹对不对 小妹妹然后也主持节目啊 而且你以前主持的那些节目 都是在外面这样子 到处去跑 对 很经典的就是 还有一个节目是叫做 专门去探访 哦 鬼 对 很奇怪 那时候不知道是 怎么样的一个缘分 就是明明公司牵我进去 那时候跟我说 你尝试看看主持 然后就说是旅游节目 结果我一去 我就问我们经纪人说 还有制作人 我说为什么每天 我们都是晚上出去出外行 为什么旅游节目 是晚上去旅游呢 对 然后说为什么都要黑黑的 然后在那边讲鬼故事给人家听 刚开始是不知道 不知道 只知道是旅游节目 以前就傻傻的 那时候因为刚出道 所以不懂对不对 对 好 今天呢 这君要做一个料理 而且这个料理呢 他竟然说 它要展现是妈妈的味道 对 最有趣的是 我不知道他已经是个妈妈了 真的看着你长大了 那你今天做的料理是什么 今天做的是 破破剂 烧苦瓜 我们都讲台语啊 破破剂 对 烧苦瓜 然后讲成国语就是破破剂 你直接说台语就好了 因为妈妈都讲破破剂 所以是也跟着你妈妈学的 对 所以 好啊 像我现在都会 妈妈 你知道喔 算是什么要怎么煮 我就会问她说怎么煮 用电话这样遥控 然后自己一次两次失败 这样试出来 所以说这叫做当了妈妈 才知道妈妈的伟大 所以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破破剂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破剂子烧苦瓜 材料有绿苦瓜一条 柏叶豆腐一条 调味料有姜丝少许 破剂子一大匙 味噌三十克 枸杞少许 好 首先这位来 小妈妈 来 现在就要来先 苦瓜 其实苦瓜我觉得最近非常好 就是很多长辈都说 它可以 你吃多一点的话呢 除了可以这个降火器之外 很多蚊子闻到你 身上的味道都不会很靠近 你是不是说预防蚊子咬 要多吃苦瓜 对不对 真的喔 我一开始想说 怎么有这种说法 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长辈 等一下 真姐我待会可能麻烦你帮我稍微 挖个纸 其实我第一次在节目上煮菜 我好紧张 我拿刀 会包 我跟你说 好好笑 我在家自己是都不规则的 就是高兴吃什么形状就切什么形状 是 可以啊 对 你就这样你在家的感觉做不是很好吗 我先帮你挖了 你现在是不是就要切 你先切苦瓜好了 我们先来汆烫 好不好 这样你来切 好 谢谢 因为这个清苦瓜比较好 对 它比较可以让你身上散发着蚊子都不喜欢吃的那个苦瓜味 对 其实我觉得苦瓜煮一煮到最后是甘甜 并不是苦味 而且我超爱吃的 你小时候爱吃苦瓜吗 超爱的 真的吗 而且很多小朋友不是都不爱吗 所以说当你开始吃苦瓜了 那个就要说 你长大了 吃得了苦了 那你接受苦瓜了 像我儿子才五岁 他跟我说 妈妈 我要身体健康 所以我要吃苦瓜 他怎么那么乖 他很乖 他所有的蔬菜像青椒 他一开始不敢吃 然后我就跟他说 吃青椒会长高哦 他就乖乖的吃 好乖哦 他一开始第一天是边掉眼泪边吃 然后之后是很开心的吃 不是 很多小朋友他很多蔬菜不吃 然后就是大人给他 我们还看到那个新闻说 小朋友是这样 而且我妈妈她从小就是 那时候我在大陆拍戏 是你妈妈在帮你带 我妈妈帮我带到快四岁 好好哦 真的好感人哦 我妈妈真好 对 好 我切成这样子好好笑 很棒 可以啦 好紧张好紧张 没关系 今天我们就是啊 好好听你来讲讲你的妈妈经 虽然说那个妈妈经哦 讲起来有点惭愧 因为都是你都是阿嬷在床 对哦 但是我其实也很用心哦 待会再跟你说 好 然后就是切好先把它 我通常就是先把它汆烫一下 稍微过个水 对 对 你是说你的儿子在三岁多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妈妈在带 所以等于说他会接受 各种蔬菜是因为你妈妈 嗯 因为 影响的 对 我妈妈其实本身很爱吃菜 而且我妈妈是有一段时间是吃素 哦 是 对 所以你的儿子就看着阿嬷这样吃 对 会跟着阿嬷吃 然后就是妈妈会把那个任何的青菜啊 都是煮一煮之后 给他用剪刀剪得碎碎 那让他每天就是饭中都有青菜 那他就习惯了 他每样菜都习惯 他就熟悉 所以等于说他开始 已经要吃副食品了 然后就开始跟着大人吃东西的时候 你妈妈就开始什么蔬菜的样子 对 就是会一开始一点点 慢慢的 对 慢慢的 然后等他越大就是增加的越多 对 所以他很爱吃菜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他都听得懂 你给他一些观念 比如说我跟他说 你看你这两天没有嗯嗯 你就是青菜水果吃太少 你儿子是乖宝宝 很多小朋友你跟他讲说你没有嗯嗯 要多吃蔬菜跟水果 但是很多小朋友还是嗯嗯 对不对 那尤其是会吃苦瓜跟青椒的小朋友 我应该要给他挂个金牌 太乖了 我今天好想带他来尝试那个妈妈 第一次在节目上煮的菜 对 阿姨什么时候也想是把他带来 可是我怕他他来会抢镜头 他超级表演狂 他很恐怖 你这种妈妈也实在是太那个 儿子来抢镜头有什么不好 他来 我一定让他坐在那边 然后让他桌面搬板凳来帮忙做 他会一直瞧你 他就说阿姨啊 这个阿姨 这个我来 这个我来 我们节目最喜欢了 才有亲子的感觉 对不对 他很担心他那个总是在煮菜的东西 你知道我每次在厨房里面煮菜 他永远要 他个子在这样子 对 他都已经快看不到锅子 他还每次 妈妈 我帮忙 这样过一下水就可以了吗 对 可以就可以了 好 那你要捞起来了吗 来 这个交给你 我只能在旁边帮你打个杂而已 我跟你讲 我在家 我儿子 我煮的饭我儿子超爱 可是呢 我儿子他都跟我们家的人都说 吃我一顿饭啊 可能要直接就二婚在那才有办法吃到 因为太忙 没时间 不是 是 我其实我这一年 我都大部分都是 就是不拍戏 大部分都只有上场的节目 因为我那个拍戏的时候脊椎受伤 我就很爱弥补我的那个 母爱的缺失就 每天都基本上都有煮饭 可是因为我呢 我煮饭很 我觉得有点 人家讲的台语讲的鸟呢 就是我会把青菜洗 洗 洗到很干净 洗到我心里觉得没有农药 我才能煮 那又不能洗到青菜是烂掉的 然后我就常常就是洗个菜 洗半个小时 你妈妈有教你吗 我妈妈说 那个 她说 你妈妈快崩溃了吗 对 我妈妈说 那个青菜也不能浸太久 她说因为怕有的水会有滤 对 你泡太久反而青菜是不好 那我就跟我妈说 那可是我不泡 我担心小孩吃到农药 那是妈妈的那个那一份 因为我就是那个担心跟紧张 对不对 对 然后接着我要那个 把那个白叶豆帮她去煎 你是说这一年 才有时间好好的当个妈妈 对 那前面那几年就是说 一直都是在大陆拍戏 我刚怀她的时候 刚好大陆就打电话来说 要我过去拍戏 怀孕了 对 然后那时候我没 就是 不敢 不敢计啊 对 好 刚刚怀孕 其实也不太敢跟人家说 对不对 对 然后我后来去就是 顺着头皮去大陆拍戏 没有 我就生完小朋友 我后来有跟制作人讲 让他能体谅 结果我真的觉得还蛮幸运 生完小朋友一切很顺利 到他七个月吃完母奶 还会有母奶 你很棒 你很棒 非常棒 好 然后喂完母奶就 然后我就 我中间就是很怕错过了很多好机会 然后还要制作得很好 他就一直在等我 然后就让我七个多月 刚好有一个很适合我的戏 在大陆跟那个小沈阳一起拍 对 然后就这样去了大概三年多 中间没有回来吗 有 中间大概都回来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两个月 就是一档戏大概都是三个月 对 不等 就是几乎每天会有工作 不然就是说至少 空个一两天就要有工作 对 很难中间回来 非常难 不想要让自己分心 我会希望我工作的时候 我如果回来我会觉得我心就被 当然 儿子绑架 当然 我拍起去 我就没办法演得好 因为你回来你一看 然后等一下你过两天 你又要走 真的会舍不得 舍不得 然后我刚去的时候 我天天对着那个电脑掉眼泪 用视讯的看他 可是我发现小孩子好好笑 他根本就不用 他根本心力很强 你今天走 明天他就断奶 他后天就吸着嘞嘞嘞 跟吃奶瓶完全忘了妈妈的存在 我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没有 这就是妈妈呀 对 其实小朋友他的适应力是很强的 但是妈妈放不下这个心 你们要听人家说 一百岁的老娘还未担心八十岁的儿子 对 对不对 养了九十九 长优一百 对呀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天性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这视讯在那边掉眼泪 但是你还是在那边含着那一句 对 然后连看 就是会看我这样一眼 然后等到他开始懂事之后 他也是前 每次我只要一打包行李 他就开始哭 他知道 对 他已经开始知道 你又要去 妈妈又要住门呢 然后我每次就是忍住 出门那一上那他在睡觉的时候 正常我会去看他一眼再走 不行 一看完了 不能看 我那天到内地 我一定没办法定妆 眼睛肿得跟什么样 想而止 一路哭 对 然后我后来就学习着 不看 很 深呼吸 走 停这巷子赶快走 对不对 对 然后每次去拍完一档戏 大概三个月 四个月回来 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再也不接戏 我不走了 我要陪儿子 然后找电话一来 我看到剧本 又好心动 我们做这样子的工作 尤其是身为妈妈 就处在这样子的一个两难 其实我可以 可以真的很能够体会 而且呢 有的时候啊 像你 因为你年轻 现在看了宝贝这么小 那是舍不得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说 当妈妈的真的还是会 就是说自己出门 就是会担心孩子 真的耶 我觉得好不公平 男人都可以很 就是 你怎么知道 没有任何的担忧 就出去 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好了 其实这个就是从 谢谢 这个有母亲这个角色以来 就是这样 就是天行 没有办法 那不然以后给你当男人好了 我会想耶 你看当女人好辛苦 那个 啊 啊 啊 太出了我被我押破 好 那个 那个当了妈妈之后 我就觉得整个心 真的永远就是被我一直绑架 是啊 可是你一直在想说 好 这个姜要切了 对不对 我们就要来准备来烘烧了 好 所以你再想说 到大陆拍戏这段时间 应该也有三年了 三年多来来继续 三年多来来继续 对 那现在等于说是比较长时间 看到她 对不对 她现在上幼稚园了吗 上大班 刚上 可是她其实才 提前 刚满五岁 她提前年尾小孩 所以说她那个大班会多多读一年 对 没有啦 我们会让她直接 直接上去那个小学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教育方面做得不错 那她程度都跟得上 对 然后我觉得我这一年 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是天意的感觉 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前几年就是可能自己赚钱 是 一直在忙赚钱 被太多的那种金钱利益 或是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作品然后给诱惑 然后我忽略的说 小孩其实需要妈妈陪伴 然后我也 我也不知道感恩妈妈 因为我没有真正当过一个妈妈 所以说你不知道那个当妈妈的那个辛苦 因为妈妈从头到尾都在我身边 就是帮我 我不在的时候 他帮我把家打扫干干净净 儿子也帮你顾好 帮我顾好 煮饭 所有东西他都帮我弄得好好的 然后包括我们家儿子的爸爸的臭袜子 和衣服 妈妈也都帮我洗好 所以你真的简直就是又不是个好妈妈 又不是个好太太 真是要命 但我以前很自以为是 你觉得你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我有赚钱照顾我妈好像很不错 对 结果等到我这一年就刚好让我脊椎身 就是受伤 拍戏受伤 然后就必须停止所有的工作 拍戏工作 然后就是让我就是停下来之后 然后妈妈就把所有工作还给我 该你做的 对 然后我正在发病的时候不舒服 又必须把自己说当妈妈的工作 洗一碗 洗衣服 坐家室 带小孩 对 我整个那时候 我觉得我要下地狱 我一个 你想我当初是被照顾的女儿 然后连一个碗都不会洗的人 讲的女儿我只会吃饭 只会就只会赚钱 所以你知道吗 是一个职业妇女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家庭主妇 是要做这些事情 对 就因为妈妈把我照顾太好 然后 所以这下让你好好尝一下 这一年 一年就让我身体也受到一些 怎么样 折磨 就是脊椎的那个痛 你本来脊椎就痛 然后现在就又要那个做这些家事 对 然后又一堆事全部丢还给我 妈妈说该还给你了 我想出去玩了 妈妈就 就这样很莫名其妙 在同一个时间我受伤 她竟然没有可怜我 你都已经帮我那么多年 你怎么会在我受伤的时候 就就这样子说离开 她就说她要去修炼 孩子 该是你面对的时候啦 对 我一开始好恨她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妈妈 我天天边吊 人家边做自己的事 然后我大概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我才渐渐调试过来 然后从恨到感恩 到现在我好爱我妈 我才知道我妈妈有多辛苦 我才知道我妈妈 原来一个妈妈在家做的事情 比你在外面赚钱还伟大 真的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只要吃到一道 我不能叫我妈 没叫我妈我就会难过 还好我妈还在 不是等她走 我才发现她的伟大 我真的觉得谢谢老天 让我有这一 你妈妈很棒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 为了要让孩子能够成长 让我们的孩子 真的能够体悟到 当妈妈的辛苦 对不起 就是放手 就是放手让你去面对 对 很谢谢 谢谢我妈妈 真的 谢谢她 真的让你在这么快的时间 就长大了 三十几年 我懂感恩 觉得自己好坏 我到现在 我天天都会反省 天天反省 周志俊 你在干嘛 你以为你是谁 你在骄傲什么 你不过是比你妈会赚钱 你赚钱养大又怎么样 你妈妈为你做的事是 你自己不知道有多辛苦 你不要看一道青菜 我以前吃青菜的时候 我会骂我妈说 我就不想吃青菜 你一直煮给我吃干嘛 不行 你要吃青菜 身体才会好 我就不要 不爱吃菜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 自己又要吃一道青菜 要搞一个两个小时 我就觉得我妈妈好伟大 然后我现在就会打电话说 妈 可不可以拜托你 我最近好怀念那个炖苦瓜 你是不是可以煮给我吃 我在外面找了好几家餐厅 买不到那个味道 结果你妈妈有炖给你吃吗 有 我妈妈就是 她说好了 我过两天 然后她就真的会一大锅送来 哎哟 我 好感动 要我是你妈妈我就会说 你现在拿纸跟饼抄起来 我告诉你 你怎么煮 对 你自己煮 有 我妈妈现在 没有 她还是会可怜我 真的 就是会煮给我吃 然后她就会一边跟我说 我跟你说 这个要先放什么 放什么 然后你这个要先炒过 再放下去 放多少水 都会跟我讲 然后我在家试了十次 还是觉得少了妈妈那个味道 然后就会问她说 妈 我什么什么什么怎么煮 然后我妈说 你顺序放错了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 我最后才放 是 可是妈妈说其实要前面放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对 对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这就是妈妈没同的地方 对 所以我现在只要讲妈妈 那这个有没有妈妈的味道 我过得这样 她怎么这么丢脸 不会 从来没有那么丢脸过 这个叫做真情流露 我们是 因为我们当妈妈的就是 当妈妈的最希望我的孩子 她就真情流露 我真的还要这一年我彻底 体悟到 对 体悟到妈妈伟大 谢谢老天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说我们以后也真的是 大家还没有感受到妈妈伟大的人 只要自己做了你就知道了 对 现在我只要我朋友在骂她妈妈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你知道吗 你妈还在 你要珍惜 好险我体悟的时候我妈还在 妈妈还不错 身体很好 对 还在 你也被我折磨到 三年多 你知道过得小孩有多累吗 对 而且那个孩子 是正在她成长的时候 最累的时候 但是说起来 你这个儿子已经算是乖的 乖 所以现在要把她这个放下去 对 好 我可以活转小一点 可以 这个是小是吗 好 然后我们就等她这个烧肉味 对 然后还要最后 我们再撒三枸杞 对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尝尝看 到底有没有你妈妈的味道 周知君小妈妈 现在要帮你撒上这个枸杞了 好 好 这样子就够了吧 不要太多 好 其实像我比较注重 现在很注重养生 我自己都会多撒一点 真的吗 你要补一补 好 来啦 狗肉粥 狗肉粥啊 而且我觉得枸杞吃起来 香香甜甜OK啦 对 我习惯用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让它这个枸杞变软了 我们就可以吃了 好 破布子烧苦瓜 做法是 苦瓜切块之后汆烫备用 百叶豆腐切厚片 下锅煎至两面都曾经黄色备用 锅中倒入一碗的水煮滚 放入姜丝 破布子 苦瓜 百叶豆腐煮至入味 接着将味增加水调匀之后 倒入锅中 再加入枸杞拌匀就可以了 好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吃这个妈妈的味道了 对不对 希望有 而且因为这个感觉 过程很简单 可是 我觉得还不错 我自己觉得 今天其实有一点点状况外 但是 如果是煮给小孩 我会在苦瓜再焖久一点 让它入味一点 更能够这个 更软 然后味道更 再甘甜一点 对 对 然后大人有的比较喜欢吃脆一点 你看你是不是做得很好 你现在帮你儿子煮的料理 应该是非常非常用心 对不对 很用心 我还去请教很多那种妈妈团体 就是全职妈妈 小朋友喜欢吃什么 然后每天要怎么样才会均衡 而且我每天会设计不同的菜 还不用吃起菜单 对 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菜单 就是说这个礼拜吃了什么 然后没有吃什么 那人家不是说五色吗 就是说 比如说红椒啦 茄子啦 然后他喜欢菠菜嘛 菠菜你吃的差不多 然后我就会换个 比如说菜归啊 就不一样的轮 五行五色 对 就还有看他身体的状况 比如他最近属于 比较容易气管咳嗽 那我瓜类就比较不煮 或者是煮的话 会加一些姜 让他不要那么喊 你看看 说起来 这一本妈妈的经线 光是这样讲起来 头头是道 我相信你妈妈好 应该是现在跟你婆婆啊 很满意 有及格了 对 她说我进步了 进步了 而且还分数很高 好 谢谢 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资君已经当了妈妈 而且是当一个这么好的妈妈 没有 恭喜你 谢谢 而且这个料理真的是有妈妈的味道 谢谢 下次把你那个很棒的儿子带来 确定要来吗 对 他可能会是 让他参与做料理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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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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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